机动市议会前议长也是现任市议员蔡旺莲在市长施政总咨询时为毛小孩发声 因为位在七毒马林的宠物银行出现许多瑕疵问题迟迟无法正常使用 蔡旺莲表示前任市长林又昌有留下好的政策 让现任市长谢国良沾龙光跟不好的政策 让现任市长谢国良擦屁股 而宠物银行就是不好的那一个 希望市政府能够多花一些心力跟资金 改善宠物银行到圆满达到60分以上 我们的宠物银行就真的很不好 宠物银行真的很不好 所以可能我们惨发处真的要去费心一下 冬天我们这边东北季风很冷 我跟各位报告 我女儿在宠物银行当志工 然后被咬的这个手腕 被咬的一塌糊涂 我说你怎么一趟路都要去宠物银行那些狗 你不怕 她说要做志工就不要怕被狗咬 哪一个志工没有被狗咬到的 去打打针啊 赶快去打针啊 现在跟我们处长 您报告一下 现在宠物银行 剩三个志工而已 人员不够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也罢 在施工当中也罢 现在几乎容纳不下很多 这些流浪狗或流浪猫 容纳不下去 在这边没有办法抑郁去举例 反正它真的是非常不合格的 我们要来去搜 擦这个屁股 是非常有它的困难度的 在这里跟市长报告 这个真的还需要花一些心力 跟资金去把它做一个圆满 让它达到60分以上 现在真的 整个地方腾不住空间 然后它的危险性都有 我有听过 我们坐在上头的副议长 曾经他也在提到宠物银行的事 就是里面 有时候的狗子会刮到整缸 流血这样子 然后要洗澡 没有水 要抓到外面来洗 所以那个地方真的是 类似我们新竹的棒球场 有一点类似 只是我们的规模很小 蔡旺莲表示 目前宠物银行不止收容空间不够 现有的部分设施规划 也容易导致毛小孩被割伤受伤 要洗澡也只能带到外面冲水洗澡 情况很类似新竹棒球场 只是规模没有棒球场那么大而已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你不怕 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